阿萨巴斯卡河的源头是加拿大爱博塔省贾斯珀国家公园的哥伦比亚冰原 阿萨巴斯卡河是奴隶河的支流 流入麦肯齐河 麦肯齐河又流入北冰洋 阿萨巴斯卡河长约1231公里 765英里 流域面积约14万平方公里 54000平方英里 阿萨巴斯卡河从加拿大爱博塔省贾斯珀国家公园 哥伦比亚冰原的源头到加拿大萨斯卡车温省阿萨巴斯卡湖的河口 全长约765英里1231公里 阿萨巴斯卡河在加拿大的历史和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别是在阿尔伯塔省 阿萨巴斯卡河是麦肯齐河的主要支流之一 麦肯洋河流入北冰洋 阿萨巴斯卡河是18世纪和19世纪毛皮贸易商和探险家的重要运输路线 因为它提供了通往非洲大陆内部的通道 阿萨巴斯卡河也是阿尔伯塔省的重要水力发电源 阿萨巴斯卡河河是位于加拿大爱博塔省贾斯珀国家公园 阿萨巴斯卡河上的河河 距离贾斯珀上游约19英里30公里 阿萨巴斯卡河发源于贾斯珀国家公园的哥伦比亚冰原 流淌超过765英里1231公里 最后注入阿萨巴斯卡湖 河岸的大部分土地都受到国家和省级公园的保护 这条河因其历史和文化意义而被指定为加拿大遗产河 阿萨巴斯卡河沿岸的一些保护区包括 1.阿萨巴斯卡瀑布省立公园 阿萨巴斯卡瀑布省立公园 位于贾斯珀上游约19英里30公里处 是著名的阿萨巴斯卡瀑布的所在地 阿萨巴斯卡瀑布高23公尺75英尺 位于阿萨巴斯卡河上 2.贾斯珀国家公园 阿萨巴斯卡河流经贾斯珀国家公园 是加拿大最古老最大的国家公园之一 阿萨巴斯卡河流经贾斯珀国家公园